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知道这周生病的人很多 你们能看见今天有很多的人都生病 有些弟兄姊妹也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跟我一样 而且这次我发现这次的病很像 温度不高 38度 我们家三个人都是差不多38度 我是最好的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次没有咳嗽 没有嗓子痛 师母是嗓子痛还咳嗽 内森是嗓子痛 今天还是一样嗓子痛 但它是就烧了一天第二天就好了 年轻 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也许下周是最冷的一周 大家多穿 今年回去以后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洗洗鼻子 用盐水洗鼻子 用盐水漱口 减少 还有多保暖 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帮助教会 以群体增加免疫力 有个年轻的基督徒呢 在他的生活当中呢 有一段时间 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在他那段时间 他知道自己不能靠自己 在他之前也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他呢 每次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呢 他都不是先跪下来祷告 他都是先用自己的方式 方法来解决 我想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座的 很多人可能类似的情况 如果我们的腿快一点 我们就先跑了 不祷告 不跪下来祷告 如果我认识多几个人 我就先去求人打电话 先去给人打电话 而不是向神来祈求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 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 但这一次呢 他向神来祷告 他准备来祷告 来顾一下来 他这样想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 这想法还不错 真的相信吗 觉得祷告会有用吗 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呀 当他这样准备祷告的时候 这些声音就在他里面 搅动他 然后他继续祷告 他跪下来 他再就向神说 说神啊 祝你赦免我 如果没有你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有你的允许 如果没有你 主啊 我这次胜不过 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 那个另外那个声音 又告诉他 这个傻瓜 别浪费时间了 充满了误会 没人能治你 没人能救的你 没人愿意帮你 你所祷告的那一位 他也不会管你 因为你太不好了 而且这个声音越来越大 当他祷告的时候 这些声音就在他里面 就告诉他 你不要祷告了 没有用 我知道你 你祷告了 我就会离开你吗 然后这个声音 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一会儿软 一会儿吓唬他 一会儿又安慰他 你不要祷告了 我不会再 我不会 你因为祷告 我就会离开你吗 我不会再 让你变得更糟糕的 你认为我会 比你祷告的那位 还不如他吗 声音越来越大 恐吓他 来阻止他祷告 但当这个年轻人 最后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当他说出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那个声音就没了 吓了就没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 你们平时有没有祷告的习惯 甚至你们 在很多的 我来这个教会一年多的时间 知道在座的每个人 你们的信仰背景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因为在一个 完全一致的神学的体下 一起建造 这个教会 最前是有两个教会 合并在一起的 所以咱们教会 不光是在 这个身份上面 有大陆的 台湾的 马来西亚的弟兄姊妹 香港的 不光是这些地位上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方来的 教会弟兄姊妹 还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 很多的人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也许遗留下很多不对的 不正确的神学 甚至很多人觉得祷告 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祷告就是浪费时间 就跟那个撒旦 在他心里面所说的一样 祷告没有用 你跪下来祷告 还不如去求人呢 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帮助我们 在学习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很多的主要的这些神学 要一样的 要移植 祷告很重要 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 祷告是一个 每一个基督徒 你我他 我们在神话语当中 个人生命成长 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你不祷告 你不祷告 你生命一定不成长 我前段时间还听咱们教会 有一个来的牧道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主的 他的观点就是 这个信仰没有用 不能改变你 什么意思呢 就里面有罪的时候 你还会去犯 你里面有邪当不好的东西 你还会去做 所以这个信仰也没用 白搭的 他说的对没有 对不对啊 弟兄姊妹 他只说对了一半 那如果一个人他 理性上认同圣经所讲的 但他身体 生命 不按照这个去行的时候 他当然还是在罪中生活的 不会改变 所以他只是体会到 他胜不过罪 他就离开了 很多的罪 你不祷告 不能够胜过的 弟兄姊妹 常常 在新年的时候 弟兄姊妹 不管是世界上的人 还是教会 我想都是一样 在某些方面是一样 我们希望新年 有很多的改变 但是真正的改变 是来自哪里呢 真正的改变 就是悔改 从你原来的路上悔改 而且悔改带来更新 弟兄姊妹 只有悔改才能带来更新 当然你不需要 把你所有的罪 一条一条地写下来 然后再念一遍 不需要 你最少你要知道 心理上知道 我自己胜不过 所以你要求神 来跪下来 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用基督的眼光 看世界 那我们今天呢 继续来 来查考这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的 14 26到40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谁要轮流着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自己的神说 救世了 至于做先知 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 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 就当圣思明辩 从旁边 作者的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 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地 做先知讲道 要众人学道理 要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妇女在会中 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 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 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 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妇女在会中 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 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 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说什么 可以在家中 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 说话 原是可耻的 神的道 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 岂是单领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 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 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 就由他不知道吧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且目 做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 说方言 凡事都要 规规矩矩地 按着四序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至今 看顾保守我们的 我们一切所需 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 来和弟兄姊妹 一起来听你的道 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 我们也感谢主 给我们有机会 向你祷告 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 来传扬福 我们看到 听到 这个世界 正如圣经所启示的那样 到了末后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混乱 抵挡神的 离弃神的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用你的话语 坚固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 不改变 不退缩 让我们生命 在你的真理当中 被你建立 愿我们的弟兄 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 成为福音美好的见证 愿主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以下的时间 奉耶稣基督神明 Amen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讲到在秩序中 建造教会 实际上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的 到第十一章到十四章 这几章的经文当中 一直都在讲到教会的秩序 十一章讲到 教会男女的秩序 讲到领圣参的秩序 第十二章 讲到属灵恩赐 在教会中的秩序 保罗特别说到 教会有很多的 不同的属灵的恩赐 有做使徒的 做先知的 做教师的 还有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 医治的 医病的 帮助人的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这里面讲到很多的恩赐 教会怎么样在这些恩赐 神所赐的恩赐当中 有秩序地来俯视教会 第十三章 又讲到这些属灵恩赐的最高的原则 就是爱 人的属灵的恩赐 只有在爱的前提下 属灵的恩赐 才能成为真正祝福人的一个管道 也使教会能够被造就 被建造 那第十四章 我们已经有 应该最少有两次的学习 十四章前面的一些经文 是讲到了关于方言 先知的恩赐 方言是已经 我们之前经文里面讲到 方言是已经存在的语言 可以听懂的书写的 石头行传第二章 第十一章 十九章 这些都是在 这些例证 旧约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使用方言的这些例证 都是指向 这些方言是能听得懂 而是 如果有人在这儿的话呢 如果听不懂的话 这个方言就不用再说了 方言就是要为了交流 都在证明 方言是交流 让人能听得懂 而不是现在所说的某一种舌音 或者是某些天使的语言 弟兄姊妹 我在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的争议 这些充满了 教会到现在来说 从神学上面都充满了争议 因为有些教会说 方言就是天使的语言 有些教会说 这个 从使徒行政 我刚才说的第二章 第十一章 十九章 这些方言都是 如果在今天 我是兰州人 如果我说了 这个兰州话 兰州的方言以后呢 有人能听得懂 而不是舍应 到现在也是教会 因为这些事情 有很多的分裂 方言是能听得懂的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在这些经文中 一直在强调一个 很重要的事 就是教会要在秩序中建造 教会建造 如果离开了秩序 并非常的混乱 一定非常混乱 这里面 我们今天透过 两个大点来学习 在秩序中建造教会 那第一个点呢 讲到 凡事都要造就人 不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 或者这个 一个是属灵的恩赐 或者是你有个人的才华 讲到教会的属灵的恩赐 就是神所赐的 和世俗的才华不一样 那目的就是为了造就教会 和服侍教会 这里面保罗说到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保罗在这里面提醒 这个教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歌 我们今天在做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诗歌 每个人都受过某些教育 某个人都领受了某些神学思想 受到了某些启示 也有自己的方言 这方言必须要说出来 这些 如果每个人都持守自己的话 能不能造就人呢 先不用说神学了 我们今天有在座 如果有四十个人 五十个人 每个人唱自己的诗歌 会什么样子 你唱你的 我唱我的 大合唱 不是大合唱 混乱 所以每个人 不论什么事情 要有秩序的 都要造就人 第一个呢 我们看看 凡事都当造就人 一个点 保罗实际上透过 也透过两个主要的事情 他又讲到方言 一个是讲到方言 一个是讲到 兼知 凡事都当造就人 保罗提到两个点 一个点讲到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少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而且要轮流的说 如果要 如果这个教会 有说方言的时候呢 要两个人 保罗经常会用 这两个或三个 后面的这个 讲到 这个兼知的 教导也是一样的 两个人 最多三个人 而且要轮流的说 也要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如果没有人翻 就 如果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 闭口 只对自己的 只对自己和神 说就是 这里面 保罗说到 你要说的时候呢 不能一起说 不能同时说 这是一个要求 还有一个呢 有人说了方言以后 还要翻出来 让别人听懂 语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 语言的目的是什么 沟通 交流 传达信息 那一个人 一个演讲的人 他说话的目的 就是为了传达 透过语言传达信息 他希望听到的人 首先要听清晰 他说的是什么 听懂他说的什么 第二个就是 你听到了 听懂了 你认同不认同 我希望 我知道每一个演讲的人 老师也好 政客们也好 他在做演讲 他让你听到 听懂了 然后你要认同他 这是语言的目的 至于他 有没有讲得清楚 如果语言 讲得不清楚的时候 不能够表达 你不能传达 准确的信息 所以人也不能够理解 不能做出 很好的领受 就失去了 这个语言的 本身的意义 保罗 保罗禁止 人讲 听不懂的话 如果你讲了 这个话 讲出来的方言 没有人听懂的话 保罗说你不要讲 因为你传达不了信息 不能够造就教会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 实际上他是用一个假设的方式 如果假如你们要说方言的时候 要有两三个人轮流着说 还要翻出来 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有话筒 播音器 所以一个 甚至还有 这个不同的 这个翻译的一些设备 一个人可以在 比方说我们教会也有 弟兄有时候会 不一定站在这里 有时候这个 Steven会在后面 带着耳麦 把一些信息 传在 不要听懂的人 当时没有 当时哥林多教会 实际上比我们现在 这个教会还要复杂 因为哥林多教会 是一个港口的城市 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在那个地方聚集 所以除了有犹太人 罗马人 希腊人 这个本地的哥林多人 还有其他的 不同国家的人 那个教会里面 也有很 所以很复杂 他们的语言 像保罗所说的 说方言的时候 要有两个 最多三个 你就知道他们的语言 方言 超过三个 因为我们现在都复杂 我想我们教会 在面 很多现在的华人教会 都是遇到一个问题 尤其是这个粤语的 和这个华语的 而且呢 当这个同时 又要把粤语翻译成华语 或者华语翻译成粤语的时候 你就知道 很多的人就会听不了 待不住 你会知道 这个语言会带来障碍 有时候 因为你听不懂 你就可想而知 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他们在语言上面 有很 比我们现在 还面对更大的挑战 所以保罗说 你不能在混乱中 你在混乱中听不到 传达不了信息 弟兄姊妹也听不到信息 反而是非常的混乱 如果没有人翻译 就不要 就不要再说了 这是保罗对说方言的 这个恩赐的 最简单的 直接的一个要求 你说的必须要让听到的人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是语言的最基本的功能 交流和表达传达信息 很多的学者 很难认同 现在的灵恩运动中 常常出现的没人听得懂的语言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做的 有没有听到过 现在的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教会 福岛会 音乐会 有时候讲员突然唱着歌 或者讲的时候 突然就说一些 他们说的天使的语言 没人听得懂 而且没人翻译的 首先这在上面 都是不符合圣经的 反而造成了很多的混乱 关于这个方言 教会我刚才给你提到 有很多的教会 在这上面有很大的分裂 那方言重要不重要呢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们在做的 是不是之前接触过方言 你们觉得方言重要不重要 有不同的答案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们就可能更明白了 有一个老牧师 他现在还健在 这老牧师实际上在 基督教圈里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讲道啊 服侍啊 还是非常受人尊敬 那有人就问他 说那个 你会不会说方言 那这个牧师就说 我说的方言是 不是天使的语言 不是天使的语言 就是某种能听得懂的语言 比如说我是中国人 突然说是法语来了 我们前段时间 另外一个弟兄 他也跟我说 他的另外的一个朋友 基督徒到了 亚特兰大来 说他会说方言 但他自己不懂 就说方言的人 自己不知道在说什么 所以呢 有人就说这样的话呢 还得有一个人懂方言的人 所以呢 别人告诉他的朋友 他说的是西伯来语 很多的事情非常的 我不好解释 但是按照保罗的原则 方言是为了交流的 方言就是为了交流 如果我说的方言 让你们摸不着头脑的话呢 是带来混乱的还是带来 会很混乱的 我来给大家讲到那个老牧师 这老牧师其实他说 他一直在求神 给他这个说方言的恩赐 但是他没有会说 有一天呢 他在读经的时候呢 神借着圣经的话 跟他来讲话 尤其是讲到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里面 这里面说 你们要追求爱 要且目属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 做贤知讲到 所以那个 当他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 神就提醒他 我给你了讲到的恩赐 我给你了教导的恩赐 我也给你了 牧养教会的恩赐 你会不会说方言有 有必要吗 重不重要啊 让神来祷告 说谢谢神 感谢神带领他 会不会说方言不再重要啊 神给了他最大的恩赐啊 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说方言的恩赐更大呢 还是教导牧养的恩赐更大呢 哪一个恩赐更能造就你啊 弟兄弟 如果我每次一站上来 我就开始说方言 但我不管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 比方说 然后我 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就回家了 你们在这儿 饿死了 是吧 零里饥渴呀 因为你们没听到 应该听得神的话 没有 然后听了很多方言 还听不懂 说方言不重要 弟兄姊妹 说这个牧师他求神 他说 我感谢你 不再求了 神给他那最好的 祝福教会的恩赐 教导 讲道 和牧养教会 会不会说方言已经 太重要了 我们说到讲道的恩赐 再往下看 二十九节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也是一样 只好两个人 或三个人 其余的都 就当 圣死明变 如果旁边坐着 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 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地 做先知讲道 教众人学道理 教众人得劝勉 这里面提到 先知讲道 我之前 好像跟大家也分享过 先知讲道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的特殊的职份 关于先知讲道 今天在很多的教会 依然也是很有争论 因为有些教会说 先知讲道 到现在还有 就什么呢 现在很多的先知还能发预言 还在发预言 明年会发生什么 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要从YouTube上去看 很多的 不同的预言家 而且是基督教的英语预言家 告诉你明天会发什么 明年会发生什么 今年美国正在发生什么 我告诉你 这是有些 我说的有些教会 那有些教会呢 就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神的启示已经启示完了 没有了 但是在 哥林多教会 甚至在教会初期的时候 使徒行传的那段时间呢 先知讲道 还是初期教会和哥林多教会 那个时候的主要的工作 我认同的是后者 或者说我知道的很多的 保守的进行会 包括改革宗的 都认同后者 现在神的启示已经 当神的启示已经结束的时候呢 先知讲道的 先知的职份也停止了 终止了 没有了 那个启示录后面讲得很清楚 神的启示已经结束了 不能添加 不能减少 所以当 在这段 保罗说先知讲道的时候呢 现在的牧师或者传道人 神的职份就是做先知讲道 但他不用发新的先知了 他就把洗经 启示的先知来讲解 将神的道 来讲解清楚 叫先知讲道 我今天在说话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我嗓子还是有点问题 就是发痒 每一个点几乎你会发现 现在的教会里面都充满了争论 在保罗的教母书信当中 大量地提到了教会的职份 长老 职士 教会的同工 没有提到先知 但先知这个职份 在使徒行传提的是非常多的 职士里面也提到也有女职士 就是没有提到有先知的职份 这里面保罗在说到先知讲道 前面方言的时候 方言用的是比喻 如果说方言 但是在说到先知讲道的时候 就没有说如隔了 那就直接地开门见山的 直接了当地说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所以方言是不被禁止 如果你有需要特殊情况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教会说 现在基本上在城市里面的这种 因为说方言是为了交流 我们又回到那个主题 说方言是为了交流 很多的宣教士 到了偏远的地方去了以后 那些人听不到福音 没有听过福音 所以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去 神赐给他们特殊的 这个语言方言的恩赐 能向他们来 当地的人来讲解圣经 所以神用这个恩赐 现在到了城市里面 还需要吗 不需要了 神不需要再用这样的方式了 在这边保罗又讲道 如果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 如果在讲道的时候 也是一样 要一个一个的讲 而讲的时候呢 其他的人干什么呢 这里面说到 只好两个或是三个 其余的 这个其余的是指众人呢 还是指所先知讲道的 这里面实际上在讲的是 就是做先知讲道的 我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 我说这个情况 现在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基本上教会都会是 一个牧师 传道人 这样主题 这样从头到尾 这样带下来 很少人说 比方说我们现在 有比方说 这个 你要去参加某个大会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这样的基督教大会 以下坐满了牧师 一半可能都是牧师 然后突然有一个牧师 像今天这样 如果他做的得了启示 他就站起来说话吗 这是在以前的时候 所以现在不会再出现 这种情况了 若旁边得了 作者的得了启示 那先知说话的 就当闭口不言 那先说话的 就要停下来 那是在特殊的时候 保罗讲到的是 哥林多在那个时候 他就是以先知的 这个职分为主的 来领受 而且很多的时候 也许他们领受的信息 是提前 就是不是提前给他们的 就是神灵的感动 让他们随时来 得到启示 随时来讲出来话 和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知道 在这个新约成书之后 先知 这个预言和先知的工作就结束了 不再有新的启示 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要讲的这些信息呢 因为我们比方说吧 我们现在教会 有没有说方言的挑战呢 咱们教会 现在有没有说方言的挑战 还没有 因为没有人说 牧师我想学方言 没有人是吧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信息呢 我们现在也不发预言了 而且为什么保罗 或者说为什么 在几千年前 新约教会的这些保罗 对当时教会的这些教导 现在还这么重要呢 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对我们今天的教会 有什么造就 或者有什么教导 有什么得着 关于方言 关于先知讲道 如果有一天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弟兄姊妹 教会不是要看人数的 不要求人数 如果教会走向一个 一个危险的道路 非常危险的 就是我要求人数的时候 我希望的教会人多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所有的人 都请到教会里来 所有的人请过来的时候 你知道 你要知道 这些背后的人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把他们请来了 他们说他要讲方言 或者是他极端到一个程度 如果你们牧师不讲方言 他就没得救 或者说你们没有得 你们不讲方言 你们就没有圣灵的同在 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教会不是一群人 在一起聚集 一群人聚集的地方多了 那中国大陆的那个 那个广场舞的 那就是人的乌洋乌洋的 太多了 是吧 我们弟兄在笑 因为一想就回想起 中国大陆的时候 到了晚上那个半夜 然后不是半夜 就是大家都吃饱喝足了 然后就开始跳 人很多呀 那不是教会呀 弟兄 教会是什么呢 是神的 是基督的门徒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太多成为教会 现在很多时候 把教会弄成大杂会 只要人多 热闹 洪祸 有吃有喝了 那不叫教会呀 弟兄姊妹 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就是在今天 我们随着到的 这段信息里面 你当邀请人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醒 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需要人多呀 我不怕人少 你看那个 在旧约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本来说要很多人去 最后神让那些人 说你们撤下来一些 太多了 而且是散兵无用 一大堆人乌阳乌阳上去 最后全部败下阵来 找精兵上去 不要怕人 不要嫌人 去要为了人多去弄 当人为了人的数量 去增加的时候 你不会在乎人的生命 所以你把很多的 已经离开教会 都不来教会的人 你的心是好的 你心是好的 你说这些人 还不去参加教会 你要想一个问题 如果他离开教会 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不来教会 或者是一个人 经常跳教会 这个教会走走 都不认识的时候 大家都好 你好我好 慢慢熟了以后呢 我就知道 这个人有这个缺点 那个人有那个缺点 他们家出了这个事 都弄完以后 你又走了 没有一个调会 能留下你 因为你走到哪 你把罪带到哪里 是不是 教会是要稳定的 持续的 和弟兄姊妹 这个是在生命当中 有链接的 哪一天 这个每天弟兄都在 弟兄姊妹都在夸你说你 突然哪一天 弟兄姊妹说一件 直接了当的话 伤装你就又不来了 那你太脆弱了 是吧 人的生命就怎么这么脆弱呢 别人哪一天 说话的时候 就突然一下就 人家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就心里面就 说明你生命太脆弱 不要再往心里去 所以你要想 这些人为什么离开教会 离开教会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他们在追求神秘的东西吗 他们是不是要追求说方言呀 他们是不是想要追求那些预言呀 你要知道他们在求什么 弟兄姊妹 如果他和你的神学不一样 我劝你不要邀请他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多了解你的 木道友 我在很早之前 今天保罗都会到后面会讲 你要知道这些人他们的问题 你说牧师你太没有爱心了 他都不来教会了 他需要人的光注 有些责任是我的 有些责任不是我的 我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我们这弄 我为了教会的好处 为了教会的健康 有些人不能随便请的 咱们教会在我来的最前半年 出了多少问题 教会建造就是一个在 可以说教会的建造 实际上就清理垃圾的过程 不是看得见在地上的这些垃圾 是我们心里面当中 很多对神的错误的认识 很多对教会观的错误的认识 我一直在纠正这些问题 很多的对救恩的认识 错误认知 因为很多人认为 救恩就是你们来吧 神是爱 神赦免一切 不提罪啊 你不提罪 神的爱怎么会 怎么来表达呢 所以要讲罪 人要离弃罪 生命才能被更新 那些不敬畏神的 在罪中生活惯了 他就觉得神的刀没有用 祷告没有用 不要祷告了 这些是教会建造的 非常重要的信息 所以有时候 你会看到教会 在重建的故事中 就是一个 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 心思意念从哪来的呢 怎么样被心思意念被更新呢 神的道 从神的话语来的 斯亚斯路易斯说的话 非常有意思 说你不读圣经 不代表你不认识神 这是第一句话 然后我不认识 我不读圣经 你看我也认识神 很多人沾沾自喜 说你不读圣经 不代表你不认识神 但一定说明 你对神有很多错误的认知 一样的 不读圣经 不学神的话语就是这样 有很多对神的错误的 点认 所以我前面提到 旧恩论 教会论 基督论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第二点 凡事都要按规矩形 在这里面 保罗提到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有人听到以后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 你们这句话 到现在也惹怒很多的人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很严厉的话语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甚至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 弟兄姊妹 保罗还有一个前涉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弟兄爱主 弟兄学到 那他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学习 创世纪的时候 神给男人的一个本分 要干什么 治理和看守 靠什么治理看守 兄姊妹 弟兄 尤其是弟兄们 靠什么治理看守 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道的认识 所以他说 你们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如果丈夫不懂 你会看到 保罗在提醒这些弟兄们 他的前涉是讲到 如果家里面弟兄是爱主的 寻求神的 对神的话语理解的 当他的妻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不要在教会献问 这个问题怎么样 在家里问 在家里学习 在家里面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再往下讲 保罗一直在讲到 关于教会的秩序 怎么突然在这里面就提到一个 妇女在教会中的 不能说话的这个事情呢 他在教导完方言 教导完讲到以后 怎么突然又讲起 这个女人 妇女不能在教会发言 为什么呢 你们觉得为什么 保罗在这里面要提这个问题 是因为保罗很不喜欢女人吗 不喜欢妇女吗 是因为保罗是大男子主义吗 因为有人这样讲啊 不是的 因为在格林多教会 在那个时候 就有妇女在会中 乱说话乱发言 我已经听过很多次 类似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在 或者咱们教会之前 也会发生过 我已经在这之前 已经知道很多的 而且经常就是妇女 在会中站起来指责牧师 很多的时候 不是妇女 保罗这里面说妇女 保罗不是在 讨厌妇女 大男子主义 而且这个事情是因为 格林多教会 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人 出现了这些事情 很多呢 我前面讲到 很多人认为 保罗是受犹太 大男子主义的影响 所以呢 他很歧视 和藐视妇女 这是完全对保罗的 这个误解 保罗的同工中 有很多的妇女 有姊妹 提摩太前书 五章二节 保罗教导 保罗教导说这样 劝年老的妇人 好像劝母亲 有没有歧视啊 没有吧 纯洁的心 劝青年女子 好像劝姐妹 对年长的子妹呢 要像母亲一样对待 对年轻的子妹呢 要像姐妹一样去对待 而且要纯圣洁的心 这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 保罗没有歧视女人的 这个 任何的这种想法 保罗对女性的态度 我想从圣经里面 都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里面说 男人有神的形象 有没有这样说 男人 只有男人有神 哎呦 应该怎么说呢 嗯 男人女人 有神的形象 不是说只有男人有神的形象 是男人和女人都有神的形象 所以保罗爱神 你会看到圣经 基督教 对男人和女人的态度 和世界上是不一样的 尊重男人 也一样尊重女人 因为男人女人都有神的形象 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27到28节里面 讲到说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你会看到 保罗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 将男人和女人的地位 一样了 是吧 他们是职分不一样的 没有轻看女人 没有偏见的 所以真是 你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包括他和这些 他的同事公当中 你会看到他很在乎 姊妹 并不轻看 甚至保罗的 有一对同工的夫妻 亚居拉和百姬拉 在保罗的很多书信里面 经常是将 妻子的名字 放在前面 亚居拉和 百姬拉和亚居拉 把他们两先 因为这个姊妹 更爱主 姊妹更 忠心于主 对圣经更多的了解 甚至是在《使徒行传》 在教导 这个 这个 白姬拉和她的丈夫 一起来教导圣经 有个叫亚波罗的 那个人还是很懂圣经 但是他只知道 施洗约翰 所以 白姬拉妻子和丈夫 一起来 一起来 服侍教导 保罗的通宫 除了有这个 白姬拉 还有 菲比 咱们教会这个 有一个姊妹 也叫菲比 她是 坚格力教会的女知识 还有玛丽亚 保罗书信当中 提到了很多的女性 所以她并不是 藐视女性 我们在整个的历史当中 也是 我们看到基督教 改变了女人的地位 很多的民族 文化 对女性 非常的 践踏的 我想大家从 你们自己的渠道 用书啊 你们都可以去找到 很多这样的信息 很多的民族当中 对女人 只是在乎 她们的声誉能 到中国现在也是一样 很多的时候 亲看女性 这个年轻到城市里面的很多人也是一样 怀孕以后 家里面问 真的男的还是女的 怀了男的是女的 这个医生说是儿子 家里面都热乎了 医生说女儿 整个气温都降下来了 是不是 经常出现的事情 所以在当时 如果一个丧夫的女人 如果父亲的家人都不接纳她的话 她没有 这些女人是没有生存能力 经常有时候就可能会以卖淫啊 做一些其他的生存 所以很多的学者说 在圣经之外 就是在希伯来文化之外 不存在公共的援助 不存在对女人 对弱势群 老人 这些残疾病人的帮助 你在除了基督教以外的文化当中 你找不到 所以你会看到 从历史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 社会的变迁当中 你会看到 其实基督教真正在乎女人 提高女人的社会地位 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 要提出妇女在会中 闭口无言呢 为什么呢 我没太听清楚 就猜一下 就是姊妹是爱讲一些什么 像是非 所以弟兄姊妹 你会看到 很多时候保罗说的是对的 因为哥林多教会 就是出现这样的混乱 所以保罗是针对他们的 而不是针对整个整体的子 不是的 很多现在的这校妇女 很多的左派的 很多的教会反对保罗 就说他是大男子主义 这完全是错误的 保罗是禁止那些 在教会中带来混乱 制造混乱的人 而且在哥林多前书的 这段记载当中 他们就是 37节 我们再往下看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属灵的 就应该知道我所写给你 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 就有他不知道吧 在这里面 若有不知道的 就有他不知道吧 实际上在英文当中也有 就是中文说的不是很清楚 实际上在英文当中 也不同的版本说是 如果他们不承认 保罗所说的道 不承认他的教导 那他就不要不承认 他自己也不被承认 如果他忽略神的道 他自己也被忽略 如果有人不认同 他也会不认同 所以这是我想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信息 实际上保罗在 帮助教会要在秩序中建造 如果教会里面有很多 尤其很主要的一些 我提到的那些圣经的原理 原则 救恩的原则 救恩论 教会论 基督论 这些东西如果教会混乱的话 你会对整个教会的成长 都会带来灾难性的 混乱性 所以有些事情是次要的 有些是必须要坚持的 保罗在这边讲到 甚至连说方言 我前面给大家举过例子 如果有人进到教会里来 他要让大家说方言 而且他是教会的执事 这个教会一定会摇摆不定 如果有教会 有人来了 他要要求教会来发预言 也会出现很多的混乱 保罗说的实际上也很清楚 如果他们不知道 就由他们自己 这里面就也留下一个隐患 保罗说 他们不知道就由他们吧 然后你把他们 都把他们收集到一起 什么样的危险呢 所以教会在神学上面的一致 非常的重要 有些教会在屁幕的时候 问牧师一大堆的 这些神学的问题 甚至有些神学的问题 也可能神学院 他们如果他学的不够的话 可能这还没有弄清楚呢 所以有些时候 教会在屁幕的时候 我听说过 有一个 他聘了牧师 在屁幕的过程中 非常的草率 根本都不问教会 这个牧师后面 是什么样的背景 结果他请了一个 叫改革宗的 最后把这个教会 带来很多的混乱 本来是好事 教会要在秩序中建造 要在真理中建造 最后39节保罗说 所以我的弟兄妹 你们要热切地追求 讲道的恩赐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 按着顺序心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要 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你们应该追求什么恩赐呢 有什么样的恩赐 应该追求呢 教会里面 我知道有些弟兄和姊妹 实际上是有教导的恩赐 我想教会里面 实际上从长期的成长来说 教导的恩赐非常重要 愿神来兴起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 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 教会需要在秩序中建造 因为你是秩序的创造者 你是完美的 你将这些混乱的 让要回转成为一个有秩序的 教会的建造更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也是这样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 不断地成长 我们也能够读经 祷告 默想 甚至在主日敬拜中 一起为教会 为自己 来祷告 愿主与我们同在 愿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声明 Amen